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首先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关于我这个视频的长短的问题 我昨天试验了一下呢,做了一系列的短视频 我发现呢,不对,我不应该做这个短视频 因为如果是长视频的话呢,你不想看长的,你可以看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呢,喜欢长的那个呢,就没有机会了 我昨天就发现这短视频呢,很少有人看,那些喜欢长的就不看了 明白吗,所以我今天呢,还是做这个长的视频 如果不喜欢长视频,你只能看一部分的话,你就看一部分就完了嘛 以后我每一次在视频的开头就告诉你 我这个视频里面都包含哪一些内容,你可以有选择的进行观看 我尽量在视频的下方给你列出来我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给你标出来在哪一个时间点说的是哪一个话题 好吧 好,感谢你对我视频的支持 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呢,请你订阅 如果已经订阅的话呢,别忘了三件事 点赞,留言,点击小铃铛 有的网友说那小铃铛要每次都点吗 好像不用 点一次就行了 你订阅了以后,同时点击那个小铃铛 就告诉系统说,你要通知我,有新视频你要通知我 但是点赞和留言是每一次的 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今天呢,有两个网友都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 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两个网友给我转发呀 同一篇文章的作者不一样 而实际上呢,这篇文章我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呢 已经是看过了这篇文章了 我又把它给找出来 我想呢,可能我四月下旬所读的 那个时候的那个作者呢,是原作者 那个作者的微信公众号呢,叫唐吉科德 这个后面呢,应该都不是作者了 我为什么每次要把作者来说一下呢 因为作者写这文章呢,也不容易 一篇好的文章,我希望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好吧,以便呢,如果你觉得很不错的话 你也可以去订阅他的微信公众号啊 叫唐吉和德 好,现在呢,就是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 这个题目是告别美国全球化死了 暴风雨真的来了,这是他的题目 但是呢,这里面具体的内容呢,是这样的啊 跟大家说一下 它里面一共分九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说的是美国终于埋葬了全球化 第二部分呢,是中国为什么要搞统一的大市场 第三部分是中美脱钩摆上了桌面 现在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峻 第四个问题,中美争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第五个问题,中国在挑战美国吗 第六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搞死中国 第七个问题,中美最大的威胁都是来自于内部 第八个问题,全面战争能否避免 第九个问题,哪里是新秩序和新文明的彼岸 这篇文章是非常有深度 涉猎的也非常广 好,下面呢,就是它的内容了 告别美国正在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场革命 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如同黄昏中的最后一抹晚霞 逐渐的暗淡 在俄乌战争的炮声当中 全球化最后的一点体面已经荡然无存 告别美国的队伍露出了显而易见的身躯 更多的挑战者出人意料的点亮了自己的态度 这是国际政治势力的一场大洗牌 决定着原有的世界秩序能否持续 也决定着很多国家的命运 更关乎着人类的未来 暴风雨真的来了 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一个血色的临界点 第一部分 美国终于埋葬了全球化 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措施 摧毁了原有的国际贸易秩序 由多边主义走回国家干预主义 使逆全球化理念成为了美国的上层建筑 全球化作为美国主导的一项世界公共产品 它所支持的规则及其附着的价值观的凋敝 凸显出来的是美国及西方势力信心的衰落 在美国的带动下 全球主要国家都身不由己的走进了逆全球化 所有的大国都在搞贸易保护 通往自由贸易的道路上 到处都是栏杆巨马 曾经光鲜亮丽的全球化 今日只剩下了一副躯壳 中国替美国扛起了全球化的大旗 历称多边贸易体系 这使得全球化这个超级全球秩序变得很可笑 也具有相当的讽刺性 近日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说明中国也已经被动的做出了选择 不再帮助资本世界维护体面 这标志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最后破裂 华尔街的利益不等于美国利益 但却能够左右美国 今天的美国无法给世界贡献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抛弃了全球化 就是想让这个世界比美国更烂 一向宣称肩负着拯救世界神圣使命的山巅之城 最终摧毁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和政治权威 美国也有自己的苦衷 他们躺着吃了几十年的红利之后 自身问题已经是击重难返 他们也知道单边主义是一杯苦酒 却也不得不饮鸩止渴 至于这种做法对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会带来什么伤害 他们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再感兴趣了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把经历和注意力 倾注在了下一代的经济引擎上 如5G通信 人工智能 大数据 航空航天 和海洋工程等 美国关闭了全球化的大门 就是要限制中国的崛起 提防中国第一个跑到终点 美国可以乐见中国比自己更烂 但绝不会允许中国比自己更好 当美国带领西方世界 把那些自由民主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最后的遮羞布全部接下来的时候 标志着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自由市场进程已经全面崩溃 全球化由结构性衰败走向了彻底的死亡 人类正在返回蒙昧 几十年来 全球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所有的世界格局 美国埋葬了全球化 世界走向丛林化已经不可逆转 丛林法则正在成为终极法则 美国不再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也不允许别人来提供 自由开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人类将在资源和生存权利的竞争中 不断的走向对立和对抗 全球化死了 世界走上了寻找新规则体系的道路 是用和平的方式 还是暴力的方式结束这一探索 这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的问题 第二部分 中国为什么要搞统一的大市场 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 是一种依附型的经济结构 曾经的中美国是中国在经济上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独立国家 而是与美国在生产消费上不可分割 又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体 正是这种经济结构 使得美国及其伙伴 能够顺利的瓜分中国的市场 控制中国的主导产业 并获得大部分利润 将中国实实在在的财富 置换成抽象的绿色的美元符号 这种经济体可以让美国合法的转移中国财富 使美国整个国家最终成为地球村顶端的实力阶层 中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就是要修正这种依附型经济的扭曲 把内部市场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激发和培育国内市场潜力和社会消费能力 从资本与君王共治天下 转移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构建一个高效内需的大循环体系 这里面所提到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是现代中国政府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文章接着说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从2008年的出口转内需 到以内循环为主 再到今天的统一大市场 脉络十分清晰 有一个特征是 外部环境越复杂越糟糕 这项工作步子就得卖得越大 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就是构建一个消费力量强大的国内市场 取代中国人生产 美国人消费的经济殖民化模式 目的就是应对已经出现 并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美国和欧洲 对中国的联合绞杀 这是一项被动的政策 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中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 其中外资又超过70% 人民币发行依据中 70%是外汇 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就是要在几十年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型之后 迎来一次全新的经济再新转型 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 需要培育出一个庞大的 充满活力的消费主体 需要让数量惊人的低收入人群 不单有消费的动力 更要有消费的能力 事实证明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却得到了一个并不理想的经济结构 这个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思 但是留下了一个大讨论的课题 外部环境极具恶劣 全球化名存实亡 贸易冲突越演越烈 西方技术封锁 贸易限制 经济制裁日甚一日 在外部循环 难以消耗掉巨大产能的背景下 这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 在俄乌战争的敏感时期 这项一直埋头苦干的国家战略 高调官宣背后的政治考量是什么 在释放什么信号 要表明什么态度 基辛格曾经呼吁 中美应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否则一战悲剧将会重演 他一直威胁中国不要股子卖得太大 同时也告诫美国吃相不要太难看 中美没有共同建立 基辛格口中的新国际秩序的基础 因为不要说中国这样的大国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自己 拼命的生产劳动 而别人却开着印刷机躺着赚钱 中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正是以国家安全为目标 为了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选择的战略突围方案 因为中国的体量巨大 毫无疑问 这种国家战略一定会促成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构造出世界经济的新秩序 当然这个新秩序会令美国老爷很不开心 第三 中美脱钩摆上了台面 不是中国要和美国脱钩 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结构 几十年来 无论美国如何高点宣称自己的定位 就是遏制分裂瓦解中国 中国都要给予美国最大的经济利益输送和国际政治支持 这就是韬光养晦 中国几十年来 一直接受美国各种山耳光一样的侮辱打压 一直在美国制定的到处陷阱的规则中忍气吞声 像下属一样的被呵斥 直到一年前 安克雷奇中国外交官被迫向美国伙伴讲授政治礼节课 直到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那声咆哮 中国才挺直了腰杆 美国针对中国设计并推行的国家战略很流氓 但是很公开 名人不做暗事 美国国家级的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等机构 就有十几个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法案公开宣称 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政权 彻底遏制中国的崛起 他们毫不隐晦的宣称 美国和民主世界在21世纪唯一最重要的挑战 就是中国的崛起 美国必须同时准备与俄罗斯和中国开战 中国的应对非常的东方化 对美国的定位时常徘徊于对手朋友甚至老师之间 一直在装孙子还是真孙子之间摇摆模糊 2012年以来 中国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 这让习惯了高傲的美国很不适应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对中美来说 谈判桌是没有用的物件 无论中国怎么做 做什么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都不会改变 美国最大的共识 就是要把中国看作头号敌人 就是反华 这是现代美国唯一的举国意志 中国成了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 成了美国管控分歧 凝聚民众的唯一对象 这个时候谈中美友谊 只有搞笑的作用 中美关系永远也回不到从前 我们可以忽悠外人 但是一定不要欺骗自己 今天 中国朝野上下 已经彻底的读懂了美国的强盗逻辑 认识到美国的各种侮辱打压 不是因为误解 而是要把中国锁死在食物链的底端 永远为美国和西方服务 永远作为他们美好生活的成本和好财 中国明确的拒绝了美国的寄生权 选择了自强和斗争的解决方案 这对美国来说 就是一个末日宣判 全世界开采的黄金全部送给美国 美国大约15年就能全部亏完 全人类的财富都不够填美国这个大窟窿 就算是上帝来当美国总统 也不能让躺着赚钱的美国洗心革面 自食其力 这才是为什么用美元收割世界财富 不可能成为永久模式的根本所在 中美之间不是脱钩的问题 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是中国能否忍受美国无底线的剥削和压榨的问题 美国一直在寻求一次性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也在坚韧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双方向高手对决 却都在寻找一击致命的契机 如果中国的三百年王朝周期率 同样适用于美国 他们现在连第一节课还没上栏 粗野的贪婪 加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是一种有毒的组合 面对这样的对手 中国需要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 俄乌战争 中国正处于帮谁谁赢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的中国 不单与俄罗斯结成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同盟 而且紧锣密鼓的解决自身问题 显然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有着清晰的预判 第四 中美争端的本质是什么 中美争端的本质 就是为了争夺生存权利 就是美国要保障其超级福利 中国也要争取美好生活 正是这一本质 中美才会跌入世界老大 同挑战者不死不休的修斯底德陷阱 脱离了这个根本 其他的意识形态之争 模式之争和文明的冲突 都没有反映出中美之间根本的分歧和矛盾 正是因为这个无解之局 美国才一直将中国视为头号假想敌 你不想争夺霸权 不等于美国认为你不想争夺霸权 你现在不想争夺霸权 不等于你有了足够的能力之后 仍然不想争夺霸权 在以剥削和掠夺为特征的工商文明中 这是合理的思维 黑格尔说过 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 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的教训 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在一个竞争资源的文明形态当中 在这种文明没有被更高阶的文明取代之前 人类的竞争无法避免 美国要维护其霸主的福利 要想度过危机只有牺牲中国 中国不愿意做待宰的羔羊 希望拥有公平合理的劳动变现权利 在资源竞争的文明形态中 这段矛盾无法调解 只有战争能够重新分配权利 也只有战争才能阶段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历史上 所有解决危机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战争 美国要阻止中国这头最肥瘦的奶牛 脱疆而去的唯一方法 也只有战争 他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已经将资源转向了亚太地区 完成了所有的战争准备 这种两大强国的对决 一旦发生 必将是地动山摇 惊天动地 当失败和死亡意义相同的时候 也就没有了规则和底线 中国国内常常有一种盲目的 自我安慰的乐观情绪 认为美国经不起一场同中国的战争 理由是连阿富汗塔利班都能弄得美国灰头土脸 这些人忘记了 美国是修理老二的专业户 200多年里 美国陆续的把大英帝国 西班牙帝国 日本 德国 苏联 这些超强对手相继的踩在脚下 他们善于将软硬实力完美的结合起来 选择最佳的进攻点 取得最完美的进攻效果 在这方面 美国底蕴深厚 理念坚定 手段娴熟 经验丰富 美国一定会把资本世界全部力量集中在中国的身上 一战解决中国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才能为衰落的美国续命 对美国来说 解决中国问题 就是解决世界问题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美之间共同的利益捆绑 但却忘了 面对生存问题的时候 任何利益都不起决定作用 何况这个利益还在不断的缩水呢 何况通过冲突还会彻底的改变利益结构 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利益呢 美国不太讲究面子 他们更注重李子 而中国 正好相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任何侥幸心理都会带来亡国灭种的悲惨 面对这样残酷的争端 中国要有足够的精神国力 不单要有能够威慑对手的力量 更要有敢于使用这种力量的战斗意志 眼前的普京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意志 他清晰地告诉美国 没有能力打败你 但有能力一起拉你下地狱 正是这个人 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 使第三世界自冷战以来 从未如此的团结 正是这种意志 使俄罗斯恢复了曾经有过的 大佬的感觉 让美国和欧洲 努力地去适应自己的脾气 不知道抗美援朝 中国给美国留下的阴影 还残留多少 但是应该让美国知道 70年前 中国士兵让美军学会了 用汉语说出来投降两个字 今天的中国 也会把美国的51个州 打成51个国家 中国只有这样 能够威慑对手的气质和意志 并对任何级别的风险 有足够的准备 才能够以战指战 才能维护和平 第五部分 中国在挑战美国吗 任何走到老二位置的国家 都会被老大受于一种威胁 都是一种事实上的挑战 中国不单是一块肥肉 更是一种力量 没有任何一个老大 会对这种力量视而不见 美国如果找不到新的支点 实现经济的强劲复苏 巩固现有的权力秩序 拉大同中国的距离 恢复曾经有过的自信 那么中国的任何行动 甚至一个眼神 都会被美国视为挑战 共产主义必死不可 否则基督教必亡 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迸发出强大生命力的时候 恐惧的不仅仅是美国 还包括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中国的行动 也理所当然的 被美国视为挑战 一带一路 就是尝试打通欧亚大陆 并把非洲连通起来 如果达到这一目的 事实上就形成了 路权全面孤立海权的局面 形成了全新的世界格局 在这个行动中 中国不单在制定游戏规则 而且也在向世界输出价值观 这对大号海岛的美国来说 就是一种挖祖坟的行为 触动到了美国包括 昂格鲁萨克逊的核心利益 中国不停止这种行动 双方掀桌子 甚至拔枪决斗 都只是时间问题 这不是面子里子的问题 这仍然是生存权利 和生存空间的问题 美国从拥有最强资本的国家 蜕变成了今天拥有最强国家的资本 他们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那么美国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资本 是华尔街统治下的半殖民地 在这方面 美国和中国确实存在两种文明的冲突 存在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全球化的世界重心在美国和欧洲 但是亚洲的经济占比 早已经超过了世界的一半 历史上亚洲长期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 是绝对的文明主体 世界重心会不会重新回到亚洲 这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的集体焦虑 更是对美西方最大的挑战 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无处不在 这是由中国的体量和分量决定的 是躲避不开的 欧战争还没有打出结果 但却打出了一个清晰的 区域经济合作和内循环的雏形和样板 几个区域正在走向抱团取暖 寻找内部有效率的循环体系 正在为后全球化时代提供一个示范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围绕的中心和潜在的龙头 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颠覆美元霸权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 也乐见其成 这就把中美两国推向了角斗场 这场决斗不死不休 一定会有一个倒下 金灿荣说 他研究国际政治40多年 但是俄乌战争真的看不懂 这不是水平问题 而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事物 正在孕育当中 他最后长成什么样子 谁都说不清楚 美国投入大量的资源围堵中国 这就在世界其他的地方留下了权力争空 更多的挑战者借俄乌战争 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伊朗 沙特 包括印度 都在利用中美的相互制衡 来获取自己的利益 包括俄乌之战 普京也正是利用了这种战略空间 最终 美国会把这些账 都算到中国的身上 在今天的世界中 中国的力量不容忽视 但是中国还没有主导世界走势的能力 中国正走在艰难的 经济上去衣服 文化上去殖民 国家安全上去内鬼的道路上 中国还没有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强大力量 但是中国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力量 第六部分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搞死中国 混黑社会的都知道 当老大受到挑战和威胁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大国没有投降的权力 当你走到 坐二望一的位置时 这个位置 就是原罪 特朗普时代 人们就评价美国的法西斯化已经达到了95% 那么谁来充当犹太人的角色 在美国的眼中 只有中国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 即使投降了美国 也必然会被灭亡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 美国一定要搞垮俄罗斯 除了前苏联给美国和欧洲曾经带来的压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 事实上是军事力量的老二 具有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 第二个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是经济上的老二 因为中国这个老二还有些不安分 不但不在美国指定的低端位置上仰望谢恩 还要推行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制造2025 还要在高科技领域重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美国要搞死中国 首先必须掠夺中国的财富 过去十年 全球增量财富的80%被中美收获 中国增长了8.8万亿美元 美国增长了6万亿美元 其余很多国家处于发展停滞 甚至财富负增长的状态 放眼世界 作为奶牛 能够满足美国人福利需求的国家 除了中国 美国找不到任何的替代品 中国是财富含量上唯一能够满足美国吸血的国家 美国干掉中国 不单可以在霸权上消除威胁 在福利需求上也可以长期的安枕无忧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会放过中国 中美关系无法调和的根本 美国泰军的美好生活需要有人来买单 中国是最合适的也是唯一的候选人 这个被选者其实有三个人 其中俄罗斯已经让美国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而在印度 美国连可口可乐都买不出去 意识形态渗透效果更差 准备尚不充分 只有中国 美国不单已经把中国纳入了经济殖民化轨道 而且在经济文化舆论方面 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 美国在既既既领域 有数之不尽的买办卧底 和意识形态代理人 所以牺牲中国比牺牲印度更加容易 也比牺牲印度能更多的收获利益 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对立 中国存储在美国和西方 三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就会瞬间消失 反而会成为他们对付中国的强大资源 不仅如此 美国干掉中国还有其充分的心理优势和道德支撑 从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 就被纳入了对美国的朝贡体系 实际上接受着美国类似于对战败国的管理 从战俘和奴隶身上吸取养分不仅合理 而且天经地义 任何反抗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和忘恩负义 特朗普称中国为修正主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道德优势 曾经被不同阵营同时称为修正主义的中国 现在正在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遗憾的是 几十年来的私有化和社会货币化 模糊了中国人的双眼 在美国代理人的催眠中 我们几乎已经没有了国际敌人的概念 甚至羞于提及 先驱们用鲜血凝成的意识形态和信仰 更忘记了曾经有过的骄傲和光荣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原来以为是笑话 被打了嘴巴之后才发现 它是一句真理 第七部分 中美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其内部 上一任美国总统的追随者喜结国会大厦 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的脆弱 中国有没有能力干掉美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美国非常可能会被自己干掉 曾经的美国强大到令人绝望 只有和那时相比 才能看到今日美国黄昏时的景象 美国政治制度已经完全资本寡头化 这使他们不但在外部 在内部也彻底失去了道德立场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美利坚不是一个民族 也没有民族认同感 美国就是一个用金钱和福利 粘合起来的利益共同体 当美国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寄生虫 无法对外获得更大的利益 无法对外转移危机的时候 国家内部就会对已有资源进行争夺 人们就会丢掉美利坚这个外套 转向对自己民族肤色和宗教的认同 特朗普就看到了美国最大的威胁 不是中俄 而是国内病态和激进的政客 资本对这些政客的深度控制 使美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改革集团 历尽人赛 一旦美国的经济停滞 对外吸血供养不足 借债和印钞难以为继 美国人超值的福利不能持续 内部就会分裂 就会成为无数个经济体 甚至国家 一旦这种状况发生 美国将不复存在 会成为第二个解体的超级大国 美国是一个天生 必须成为霸主的国家 必须要有来自全世界的供奉和牺牲 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 更不可能成为地区性大国 当美国走下神坛的时候 美国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美国的诅咒 美国一定会在一个时期 寻找到一个国内问题的替罪羊 找到一个美国祭坛上的 牺牲品 现在他们选中的就是中国 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内部的买办和亲美势力 他们最大的危害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 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国占领的国家 使中国不再是美国权力网络里的真空地带 他们把开放作为中国人的道德要挟 完美的配合美国的对华攻略和意识形态洗脑 毫无心理压力的把中国引入美国设计的思维陷阱 他们让美国成为一直站在道德高地上的领主 而中国人却始终都是他脚下的能力 世界上最狂热的相信美国 对美国霸权充满信心认定美国不可战胜的人 不在美国 而在中国 最可怕的是 这些美国的代理人成功地影响着中国 美国的意识形态 统治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 在很多领域部分或接近完成了颜色革命 通过这些人 美国掌握了中国的价值判断权和文化标准 使得越是背弃祖国的人 越被赋予了道德的优越感 每当中美发生冲突时 都会有一大批的德高望重 声名显赫的名人扑上来撕咬 摁着脑袋让中国人跪下些 这就是美国的软实力 也是巧实力 更是前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 使美国围剿中国的成本并不高 但是利益大极了 他们对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主张 都充满着天然的仇恨 比如那些共同赋予是死路一条的正大人 比如一直致力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 吴毛毛对中国发展芯片的愤怒 比如深情的希望中国销毁核武器 来取信美国的顶级参事实英雄 比如外交学院的吴院长撒泼打滚的 要求中国必须韬光养晦 比如最近上海市委党校某院长 情真义切地劝导中国 享美契鹅 这些人高官得作 骏马得齐 就是对社会和民众最好的示范效应 不清楚这些手榴弹向后扔的中国版戈尔巴乔夫 被渗透的像筛子一样的现状得不到改善 就不会有凝聚力 不会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 其后果是任何对外斗争都不会取得胜利 最近几年 这些人似乎失去了身影 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清算 他们在等待指令 正在寻找上场表演的机会 买办和投降派 是中国百年血泪最大的罪人 任何汉奸最风光最滋润的年代 都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第八 全面战争能否避免 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阶段 突出特征就是不确定性 明天会发生什么 连上帝都不知道 历史告诉我们 经济危机与大战的爆发 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全球资源危机加国际封锁 同战争从来都是孪生兄弟 告别全球化就是告别美国 告别一个走下坡路 但又拥有最强军事力量 最好战的国家 世界就已经走入了危险 今日的世界正面临着187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 人类面对着同一二战和大萧条时期相同的经济危机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 历史证明在世界寻找新方向的时候 战争常常是最靠前的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很多国家军费的大幅增加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选边站 粮食短缺和粮价上涨 能源及资源危机都将进一步给世界带来饥饿和恐慌 当在存量博弈中活下来成为最优选项的时候 敌意就会在国家之间 特别是各大国之间弥漫 最终一定会走到为了争夺资源而不惜一战 危机正在快速的改变世界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转向国家主义 转向强人政治 强权国家无一例外的都在进行舆论动员 准备面对最后的时刻 准备寻找弱小者买单 俄乌冲突中 人们看到了美元霸权的伯木 看到了美国朝共体系的瓦解 看到了地区性大国的蠢蠢欲动 看到了不同国家的选边战队 看到了不同力量的集结 今天的中国 在这种单极霸权的世界中 是唯一重要的平衡力量 没有中国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糟糕 中国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手里掌握着公平 这个最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当然 中国老二的大块头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全面战争其实已经打响 在科技 金融 意识形态 半导体 能源 原材料 粮食 卫生 等领域 早已经打得是热火朝天 美国正在重启租借法案 80年前的那一幕重新上演 二战结束之后 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接近全面对立和全面战争 这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总体战 所有的国家都在紧张的提防对手 同时在权衡利弊 判断下场的时机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最终一定是军事危机 这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底层逻辑 我们今天正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阶段 再向前走过去 就是战争 俄乌冲突已经打响了第一枪 全面的军事冲突还有多远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美两国身上 美国从来都是世界混乱的源头 现在更是世界危机的兵工厂 他们不单挑起了俄乌冲突 还会挑起更多的冲突 让这个世界面临全面的危机 好让他们火中取栗 满足华尔街和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要求 任何一个失控的冲突 都会让世界走入黑暗 在利益的驱使下 饥饿感会让美国把屠刀指向任何人 欧战争事实上正在绞杀欧元 一场极其惨烈的金融战争 已经从卢布和欧元开始 大家都希望不要波及到全世界 但是善良的愿望总是会落空 美国需要一场战争来解决中国 尽管看起来美国似乎经历不起一场这样的战争 但是对世界霸主来说 越是这样的处境就越危险 手段就会越极端 综合各种信息可以预见 美国对中国兵戎相见的时候 已经为其不远 相信新的台海危机将会很快发生 台湾将会像乌克兰一样 成为下一枚棋子 将中国拖下水 美国一定不会让台湾有和平统一的机会 他们要用这张牌获得最大的利益 世界大战的火药桶到底在哪里 台湾一定是其中的一个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战争中崛起的 所有的软实力和价值观外溢 都是胜利的副产品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那种把强大和肥大混为一谈 认为中国有钱了 数着票子就会走向胜利的人 很可能是脑袋被美国的驴给踢了 一般来讲 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 不惧强敌 敢战才能止战 当年中国屡屡挑战美国 反倒打出了和平 打进了联合国 打来了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三个联合公报 以战争求和平 则和平存 以退让求和平 则战争制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智慧 第九 哪里是新秩序和新文明的彼岸 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 旧秩序的脆裂声 新秩序的号角声 正不绝于耳 这句话用在这里非常的硬解 历史的终结 让美国狂欢了几十年 却忘记了只要有人类 历史就不会终结这一个常识 在世界失去方向的今天 只有找到新文明的出发点 才会终结从前的历史 才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 曾经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尽管他的信仰从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 美国把人类工商文明发展到了顶点 今天的美国告诉我们 这个文明正在不断的危机中走向脑死亡 随着美国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 世界已经显露出了多元化和多极化的特征 新的世界格局需要人类的新文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是人类将在旧文明的糟粕和尸骸上面 反思自己 寻找没有剥削和压榨 没有战争和血腥 没有落入强食和贫富悬殊的人类新文明 只有新文明 才能让人类创造出和平 田径 鸟语花香的 安静的文化 我们离真正的文明还有多远 哪里是新文明的彼岸 这应该是世界性的集体思考 人类早就应该走出工商文明的苛救 破解比金钱利润更深刻的问题 上个世纪 人类为此做出的红色探索 正是通向彼岸的唯一桥梁 这一探索在资本世界和内部辩解者的合力下失败了 但是失败了英雄仍然是英雄 再次站立起来的新文明身躯将会更加的高大 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拯救者 他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进步的总趋势 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才能使人类享受新文明的福泽和关怀 社会主义这种人类文明共同体 是迄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强大的思想资源和人文精神 中华民族应该站在这个新文明的最高处 让世界看到社会主义的光滑与璀 伟大的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中华文明将是21世纪人类思想资源的提供者 美国最强预言家珍妮留下的最后一个预言是 美国将会衰败 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中华民族有信心 有能力让预言变成现实 也一定会让预言变成现实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你好马克思 生日快乐 你是对的 这是值得纪念的历史 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文明的门槛上 这就是这篇文章 既有深刻的分析 也有美好的憧憬 你喜欢吗 你点赞了吗 我昨天试验了一下这个短视频 这个短视频是不适合的 短视频可能是照顾了某一些少数的不喜欢长视频的 但是却没有照顾那些喜欢长视频的 那从昨天这个短视频的点击量出奇的低 可以看出来 那些闲长的呢 只是一些少数人 这再一次证明了呀 有的时候呢 声音大的不见得是多数 然后我决定了 还是恢复这个长视频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喜欢长的呀 你可以不看晚 但是喜欢长的 我只做短的的话呢 那些喜欢长的就没得看了 明白这道理吗 所以呢 我现在还是恢复到做长的 那些呢 不喜欢长的人呢 请你 可以选择性的来看 你可以不看晚 或者是你选择性的 因为从今天开始呢 我要告诉你 我这个视频里面都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 好 再次的提醒大家 订阅点击小铃铛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 或者已经点击小铃铛了 就不用管了 不用每天都订阅 不用每天都点 然后别忘了点赞和留言 好 今天的视频呢 有这么几项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俄乌前线的情况 主要是说一下这个马里乌波尔 现在我发现呢 马里乌波尔 现在呀 俄罗斯好像是上了联合国的当了 第二件事情呢 想说一下呀 美国的媒体造谣 连这个五角大楼的发言人都指控纽约时报胡说八道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说 希特勒也是犹太人的这件事情 普京呢 跟以色列道歉了 两家又重归于好 然后第四呢 就是现在关于俄罗斯的这个困难 就是美国以及西方呢 在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俄罗斯呢 就主要是打断它武器传输的运输环节 但是呢 美国的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呢 也出来说 说我们的武器呢 照样能够运到 最后一个呢 是俄罗斯举行了三个跟美国讲理的事 我认为呢 俄罗斯啊 跟美国讲理真的是对牛弹紧 好 现在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 首先呢 就是乌冬地区呢 我昨天跟大家已经说了 有两个战略要地呢 是双方正在争执的一个重点 这个呢 一时半会儿一天两天也拿不下 现在呢 仍然是一个胶着的一个状况 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说一说这个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呢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就知道呢 一直以来呢 这段时间 马里乌波尔 俄罗斯呢 就基本上没有进展 那些人还是在地下 那西方的媒体就说了 俄罗斯是无计可施 在马里乌波尔这件事情上呢 它展现出来的就是俄罗斯的无能 其实这件事呢 要我说呀 俄罗斯他并不是说无能 他也确实是不太有办法 强攻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对付他呀 就像普京所说的 就给他封住啊 封着他 让一个苍蝇都出不来 我看你到最后你能怎么样 对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些人都在那个地下室 已经把他们封锁在里头好几天 那从周末开始呢 联合国以及红十字会 他们就出来说呢 来救援那些平民 希望能从这个地下室 把平民给他们救上来 因为下面的条件呢 是非常有限的 那周末的这两天呢 从里面就救出来两批人 一共是四十六个 然后星天一呢 又救出来了 一共是一百一十多个 星天二我看到有报道呢 又说是从底下救出来一百五十多个 那这些人呢 里面有男的 有女的 有孩子 说这些人在底下呢 已经是有四五十天 没有见过阳光了 就说在联合国来救他们之前呢 这些人一直都是在地下的 如果他们一直在地下呢 那就是什么时候他们怂了 下面淡尽粮绝 吃的也没有 喝的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那他们自然就会出来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联合国来了 联合国来了呢 那就正好啊 那就是通过联合国 把这些妇女儿童啊 这些真正的平民呢 就让他们离开吧 那离开完了以后呢 俄罗斯一方就可以放开手脚 对吧 怎么着都不会被抓住把柄 说是对平民动手 对不对 可是呢 事实就是 有很多的平民 他们不出来啊 坚决不出来 这件事情啊 这个事实啊 是胜于雄辩的 乌克兰方面呢 老是说 有些平民被困在里面出不来 不是说 是因为俄罗斯 他们困在里面出不来 而是他们不出来 或者说呢 是亚素营的那些人不让他们出来 就像俄罗斯所说的 他们把这些老百姓呢 作为人肉盾牌 好 我刚才为什么说呢 从里面就平民这件事情呢 是俄罗斯上了联合国的当了 因为联合国来了以后呢 就要求你俄罗斯 你开启静默状态 不准开火 那俄罗斯呢 就同意了 这个静默状态 但是呢 前两天 应该是星期二 星期三这两天 又开火了 为什么说又开火了呢 后来我们才知道 就是地下亚素营的 这些个武装分子呢 就趁着联合国撤离 这个平民的机会呢 他们又跑上来了 跑上来占领这个火力点 那俄罗斯方面呢 看到他们出来 就对他们进行开火 对这些武装分子进行开火 那乌克兰方面呢 就攻击俄罗斯 说俄罗斯阻挠平民撤离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前两天还传出来 俄罗斯方面又抓到了一条大鱼 就是加拿大的那个所谓的退休的参谋长 被抓着了 参谋长呢 后来还供出来 他在那是干什么 他不光参与这个军事行动 他还参与那个实验室 同时他还供出来 这个地下呀 现在还有其他的被约的一些高级指挥官 现在有一种说法呀 说现在这个地下里面有一条大鱼是谁呢 是拜登他儿子 为什么说这里面有拜登他儿子呢 我今天看到有网友转给我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是一个自媒体在分析 他分析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能够周旋于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 一个最有利的一个人呢 就是亨特拜登 另外呢 他还说亨特拜登呢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露面了 所以呢 他就认为亨特拜登也有可能就在这个地下 我认为呢 这个好像说不过去 你说亨特拜登能来斡旋呢 这个我能够理解啊 但是你要说亨特拜登好长时间没出现 好像不是 可能国内人不知道 前一阵子美国那个复活节的时候 亨特在白宫出现了 他还带着他们家的小孩在白宫的草地上捡鸡蛋呢 所以呢 你要是说亨特拜登好长时间没出现 有可能是去了那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好像站不住脚 复活节的那个算不算他出现了 再就是呢 如果说亨特拜登在那底下的话 拜登应该不是这个态度 所以呢 我不大同意亨特在那底下 但是呢 这里下绝对是还有大鱼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就看着联合国这个积极 还有联合国的这个做法 如果你去撤离的话呢 你应该让俄罗斯保护你 让俄罗斯必须保证保护联合国的撤离人员 以及那些平民的安全 他就能保护你们的安全 但是联合国是怎么做的呢 联合国要求这个俄罗斯 你必须得距离这个地方呢 得有好远的一个距离 那你联合国怎么能保证 地下的那些武装分子 他们不出来呢 而事实上呢 他们也确实是混水摸鱼 他们出来了呀 那个参谋长怎么抓着的 昨天的时候呢 亚素营的一个指挥官 他还做了一个视频 他说啊 昨天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军人呢 还在亚素钢厂里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他们还在亚素钢厂里头呢 而且他是说 是他们撤出来的人员当中 有一个叛徒 他说 那个叛徒呢 就熟悉这个钢厂的环境 是那个叛徒 带着俄罗斯的军人进来的 他说但是呢 不用担心 我们是会顽强的来抵抗的 我们把他们给抵制住了 你看从这个指挥官 他做这个视频 他讲述的呀 就能够看出来 他们已经又重新到了上面来了 而且和俄罗斯的军人呢 有这种交火 按照他说的 这个交火呢 他们还占有优势 他们把俄罗斯的那些军人呢 给他们打退了 本来亚素营的这些人呢 包括平民 包括军人 全都在地下的 现在他们转到地上了 为什么能转到地上 就是借着联合国的这个救援行动 而转到地上的吗 所以我就是说呢 联合国这么做呢 其实是以转移平民为借口 来帮助那些人 来援助亚素营的 欺骗了俄罗斯 那么联合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根据他们 做这么大的一个努力 就说明亚素钢厂的一个地下呀 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大雨 是不是这道理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吗 有的人说呢 俄罗斯对这个钢厂呢 是无能为力 俄罗斯完全没有必要把它拿下 第一呢 你就是等着就行了 这是时间的问题 也不着急呀 那么着急干什么 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拿下的呢 就等着吧 是不是 第二就是 这些人对于俄罗斯来说 甭管他是在地下也好 你抓住他还是没抓住他 都可以成为俄罗斯 和乌克兰也好 和北约也好 和美国也好 进行谈判的一个筹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 不怕他下面有大雨 越有大雨 这筹码就越大 是不是 俄罗斯肯定是不想让这些人跑掉的 这是肯定的 好 这是第一部分 现在呢 前线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就是说 这两天呢 有一个热议的话题 就是呢 纽约时报 他采访了一个美国的国防部的高官 美国的国防部的高官就给纽约时报透露 说是美国国防部给乌克兰提供的情报 才使得乌克兰呢 能够清除掉俄罗斯12个将官 这件事情呢 在昨天的时候就得到了五角大楼科米的否认 科米又说呢 我们确确实实是给乌克兰提供情报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给他们提供战场上 俄罗斯高级将官的具体位置 不会提供他们这个行踪 科米这个话是真的吗 我认为呢 很有可能不是真的 因为到底是不是12位将官被他们给杀了 但是呢 确确实实 他们俄罗斯呢 是损失了好几位的将官 那这些情报从哪来的呀 美国承认给他提供情报 这些情报都是最尖端的情报啊 难道说低端的情报是美国提供的 尖端的情报是乌克兰自己吗 应该不是 这情报呢 应该就是美国给他提供的 但是美国为什么不承认 就是因为美国他怕俄罗斯 他怕俄罗斯报复他 我认为这是他不承认的原因 但是呢 关于这件事情 俄罗斯国防部的发言人也回应了 俄罗斯说呢 我们知道美国给乌克兰提供情报 而且呢 哪些情报是你提供的 哪些情报不是你提供的 我们也都掌握我们什么都掌握 好 这是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关于拉夫罗夫啊 两天前说了一句话 拉夫罗夫呢 就说那个希特勒 他的祖上也是犹太人 关于这件事呢 我前两天的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 拉夫罗夫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认为拉夫罗夫说这话呢 并没有什么不妥 以色列呢 因为这个跟俄罗斯翻脸 我认为是找茬 我在前面的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 在这呢 就不再赘述 然后今天呢 就有一个消息啊 这个普京 给以色列的总理打电话 完了以后呢 双方都发了这个新闻稿 以色列的总理呢 还接受了访问 然后他就提到说呢 普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就拉夫罗夫的那个言论呢 向他道歉 然后以色列说呢 我们也接受俄罗斯的道歉 两家呢 重归于好 以色列就是说呢 我们就是不想让这个世界认为说 犹太人所遭受的纳粹的迫害 种族灭绝 是犹太人自相残杀 其实拉夫罗夫不是那意思 但是 但是 不管他是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世界上呢 有些人就会误解 有些媒体呢 就会炒作 有一些政客呢 也会拿这件事呢 进行炒作 恶意的炒作 被利用 所以呢 以色列的这种心情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就看出来呢 普京啊 不愧是一个伟人呢 你看这件事情 有可能是 普京就让拉夫罗夫去道歉 拉夫罗夫可能心里面都有抵触 拉夫罗夫说 我说错什么了 对吧 什么也没说错 但是呢 普京 他能够替他的外长 向以色列道歉 我觉得这种高风亮节呢 真的是很难得 很难得 不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伟人呢 所谓历史性的伟人 就是在历史当中呢 像这样的人都会比较少有 俄罗斯有一个普京呢 也是他们的幸运呢 好 下面呢 就说到了 还是这个科比 科比在昨天的时候 记者会上 还说了另外的一句话 他就说呢 美国给乌克兰支援的这些个装备 这些军火 这些军用物资 俄罗斯不是通过什么火炮啊 通过飞机啊 通过坦克呀 通过军舰呀 通过潜艇啊 通过导弹呀 就对他这个运输链进行那种轰炸和破坏嘛 阻拦这些个军用物资运到前线 科比呢 就在这个记者会上说 俄罗斯的这些个措施啊 并不能够完全阻挡美国的这些军用物资运到乌克兰的前线 乌克兰也配合科比的这个发言 放出来他们乌克兰的士兵 正在接收这个军用物资的录像 视频 但是呢 其中的有一个呀 展示的是在训练他们M777的那个榴弹炮 这个据专家说 那并不是在乌克兰的境内 那是在德国的美国军事基地 反正呢 总之一句话呀 他们这些军火要运到前线 肯定会被俄罗斯给他破坏掉一部分 肯定会有一些还是能运到了 接下来呢 就看能运到的比例有多大 再又是运到他们手里的那些个武器呢 能起多大的作用 如果能起很大的作用 按照乌克兰的说法 说是五月底之前 他们能收到所有的这些个重武器 六月份他们就可以发起反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 俄罗斯我估计不会善罢干凶 俄罗斯肯定得想办法 能想什么办法呀 我想呢 他就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呢 就是我怀疑你是往前线运物资的 我就炸你 就好像呢 我们在当年中国抗日的时候啊 还有中国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啊 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呢 也帮助中国的军队往前线送粮食啊 送物资啊等等 那么我们就看到呢 一个是抗日的时候就是日本人了 那国共内战的时候呢 就是国民党了 他们就用飞机呢 他明知道那些都是老百姓 然后呢 他就进行轰炸 那俄罗斯呢 他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但是呢 俄罗斯我估计 根据他现在 俄罗斯的这种风格呀 这种事他可能不会做 那然后就剩了一个了 我认为呢 就是消灭他的源头啊 他们那些所有的武器 都是运到波兰的那个机场 卸下来之后 通过波兰的那个机场 然后才转到乌克兰的 那俄罗斯如果要从根上解决问题的话 就把波兰的那个机场给他炸掉 但是这件事情呢 也不会轻易就发生 因为如果炸波兰的话 就等于说这个战事扩大了 扩大到第三国了 那就成了世界大战了嘛 我估计呢 现在来说 谁也不希望这个战争蔓延出去 最近呢 其实也不断的有这种讨论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攻击波兰的那个机场呢 是早晚的事 因为他没办法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现在就展示出来了 俄罗斯的这种无助 当你面对你的对方 他特别不讲理的时候 你还是想试图跟他讲理 那俄罗斯都干什么呢 俄罗斯这两天呢 他公布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是1997年 俄罗斯和美国签订的 叫北约和俄罗斯安全什么什么的基础文件 这个基础文件里面就规定呢 因为已经是97年了 97年的时候呢 北约已经动货了 那么俄罗斯和北约呢 就签了这个文件 就是说你新加入的这些个国家 你不可以在这些国家里面 有永久性的军事部署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北约在这些国家里面都有军事部署 现在呢 俄罗斯就拿出来这个基础文件 就说你看你美国 你根本就签的文件 你也不遵守 你北约签了这个文件 你也不遵守 按照这个文件 你就不应该在这些国家里面 有这些军事的活动 更何况你现在又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演 就连芬兰和瑞典这些呢 还没有加入北约的 你都开始把他们拉进来 那俄罗斯呢 就试图想跟他们讲理 但是你跟流氓讲理能讲得通吗 北约马上就给他怼回来了 北约说呢 北约如果是不这么做的话 说北约不安全 你说这讲理吗 根本就不讲理 我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啊 报道了俄罗斯另外一件事 俄罗斯呢 还做了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就是北约残暴编年史 就把北约自建立以来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按照这个年代 给他做了这么一个展览 其中还包括 他们对南斯拉夫的那个轰炸 南斯拉夫这个轰炸呢 我们中国人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因为他还把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石碗给炸了 当时就死了我们三位外交官 受伤了好几十 这是北约对中国犯下的一个血债啊 这个血债要用血来尝 早晚他们要还 还有呢中央电视台 我看他们就是报道了一个 召集的多国的学者 关于北约东扩 是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的 那么一个研讨会 那这个研讨会上呢 有美国学者啊 有巴西学者啊 也有欧洲学者啊 哪个学者都有了 正义的学者啊 可是这些有用吗 这些恐怕都没有用哎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媒体都被美国和西方把控着 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声音根本就发不出来 昨天有网友还给我发了一个YouTube的视频 是加拿大的一个主流媒体的一个报道 报道呢 就是一个月以前 加拿大就关闭了俄罗斯RT电视台 在加拿大的Cable TV 俄罗斯的RT呢 本来在加拿大电视系统里面呢 是有的 加拿大有线电视里面有它 但是呢 一个月以前加拿大就把它关闭了 那CBC的这个节目里面呢 它就采访了很多人 我相信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是政客了 然后他们就是说呢 说俄罗斯的RT呢 就是一个俄罗斯政府的一个宣传喉舌 说如果不给它关闭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呢 给加拿大人洗脑 加拿大人如果看了RT的节目的话呢 就会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正义的 所以啊 必须得把他们的节目给它关了 我觉得这是赤裸裸的打击言论自由吧 是不是 作为加拿大的民众来说 没有了俄罗斯的那边的报道 光一味的听西方的这个报道 那等于说是一面之词啊 那加拿大老百姓能得出来一个正确的结论吗 对不对 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这么做也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国家 可能都会考虑的是本身的这个利益 对不对 国家在这世界上你有立场 你选没要站 然后又会有利益 你选择加拿大跟俄罗斯是这种宿敌 对吧 那是敌人 你不让他给你老百姓洗脑也没有关系 可是呢 你加拿大你自己这么做 你不是长期以来是去攻击别人吗 像俄罗斯啊 中国啊 什么的 对吧 你不是说中国控制媒体吗 让老百姓只听到一边的声音吗 那加拿大这么做 那岂不是也是让我们老百姓只看到一边的声音啊 事实上现在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光看美国的媒体 西方的媒体的话 你根本就不能了解到 在俄乌冲突当中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要是光听西方的的话呢 俄罗斯现在已经败了 俄罗斯现在已经失败了 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现在呢 只有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啊 能够看到两边的信息 西方的媒体啊 只能看到一边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聊一个呢 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的联邦法院呀 刚刚做了一个判决 驳回了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呢 是前总统川普诉推特的一个案件 川普告推特 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推特关闭了川普的推特账号 那川普呢 就认为推特关闭了他的推特账号呢 是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 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赋予川普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好多人呢 可能都知道 美国的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 很多人呢 非常的推崇 美国的这个第一修正案 很多的美国的高华 就是那些移民美国的那些华人 他们认为呢 他们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他们就高人一等了 经常拿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来说事 觉得呢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就是保护美国人的言论自由的 说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呢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可以骂总统 还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那些高华呢 就来气中国国内的这些民众 然后就说呢 你看我现在呢是高人一等 我有言论自由 我想骂谁就骂谁 我呢 甚至可以骂美国总统 你能吗 然后中国国内的人呢 就说我也能啊 我也可以骂美国总统啊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 让美国的高华 让美国的很多人 引以为自豪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那川普呢 在这个案件当中 就引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觉得说呢 我是有言论自由的 别说我是一个美国总统了 当时他被关闭账号的时候 他还是现任的美国总统呢 对不对 再任的美国总统呢 都把他的账号给他关了 他就认为说呢 还别说我是总统 对吧 我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民众 第一修正案 不是要保护我的言论自由吗 推特凭什么 把我的账号给我关了呢 那么今天 美国的联邦法院的法官 就驳回了川普的这个诉讼请求 为什么 然后他说的是呢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说不是用于推特这样的公司 今天我就看到 美国有很多的网友 他们就好生的不理解啊 说为什么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不适用于推特呢 推特是谁啊 推特怎么只有这么特殊呢 有的人还说 那为什么好多的美国人都赢了 怎么我们的总统打这么一个官司 反而输了呢 关于这样的一些疑问呢 现在我能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 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 那或者是呢 你是头一次看我的视频 或者说呢 你是我的老观众 但是呢 你没有看到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我之前的有一个视频呢 就是那个网友 美国的小镇小民 他第一次在我的视频里面 就讲解这个言论自由的时候 专门就讲解了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到底是保护谁的 到底是规范谁的 限制谁的 到底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被侵犯了言论自由 你认为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被剥夺了 被侵犯了的话 就跟川普似的 你能不能去告 你能不能告赢了 在美国的历史上 别人是不是赢了 赢了多还是输的多 那小镇小民呢 在那个视频里面 讲的非常清楚 第一次我发的 他的那个言论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录音 对吧 我发现呢 点击量并不高 后来我又给他发了一遍 那我发了两遍 如果你都没看的话 或者你看了 你没有印象的话 你没有好好看 好 我现在呢 就告诉你 川普啊 他做一个总统 他都没有搞清楚 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是怎么回事 其实川普他没有搞清楚 宪法第一修正案 这还不足为奇 让我特别奇怪的就是 为什么川普那个律师 没有搞清楚这个法律呢 真的让我非常奇怪 那现在我就给你讲一讲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它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它保护人们的言论自由 是没错 它提倡人们有言论自由 是没错 但是呢 这一项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它是来限制美国的国会的 它说呀 美国的国会 不得制定法律 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就这么简单 美国的国会 不得制定法律 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你可不可以引用这条法律 说任何的一个人 限制了你的言论自由呢 你认为它符合吗 比如说川普现在就告这个推特 说推特呢 封了我的推特账号 就侵犯了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所赋予我的权利 它可以引用这条法律吗 这条法律里面有说推特 不可以限制别人的言论自由吗 咱们还且不说 它这个行为是不是限制言论自由 就是这第一修正案 有没有禁止推特 什么样的行为 有没有来规范推特 什么样的行为 对吧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他是说呢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 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他的主语是谁呀 是国会 那这个推特是国会吗 他不是国会呀 所以他干的任何事情 他卡不上这一条 所以那个法官就说呀 说第一修正案 他不适合于推特 不在于推特是私人公司 还是上市公司 还是什么公司 不在于这个 有的人说 如果推特不是上市公司 成为一个马斯克的私人公司的话 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 你要用这个第一修正案 你就得说 你是国会吗 你不是国会这条就不管 所以就很清楚 对不对 川普诉这个推特 不能引用这一条 所以你看 川普是不是不懂法 可是呢 川普他作为一个总统来说 还别说呢 他之前只是一个商人 就算是 你之前是一个学政治的 你也不见得就那么懂这个法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只要是懂英文 你去看一下这个法律 你就知道这条法律 他就不适合你 对不对 很显然这川普呢 就没有去读这条法律 那川普呢 也许是觉得我有律师 我有钱 我花那么多钱雇这律师 我还用得着去研究法律吗 确实是 对吧 你已经雇律师了 你还用得着去研究法律吗 那咱们就在说 这律师真的是不咋地 川普应该花好多钱雇那律师 这律师怎么搞的呀 律师难道也不知道 这个第一修正案 里面写的什么吗 就可见这律师 真的是不负责任 什么叫好律师 什么叫次律师 这个律师 你都称不上是好律师 你就连个律师 你都不是 对吧 这怎么搞的呀 这个川普白花那么多钱了 如果我是川普的话 我要想把我的这个推特账号拿回来 我应该是这么高 这一个国家的法律呢 宪法为最大 任何的政府 任何的政府 企业 组织 个人 你所有的行为 都不可以和宪法相抵触 都不可以 包括立法会 对不对 美国的国会 如果制定一个法律 和这条相抵触的话 那就不行 这条法律就得无效 对不对 那推特是谁给他的权利来封了川普的账号的 就任何人的账号啊 美国是有法律的 美国的法律赋予了推特的这个权利 他自我审查他的用户的这个行为 这是美国的法律给他的权利 如果我是川普的话 我就会去challenge 我就会去挑战那个法律 我就认为那个法律是违宪的 因而是无效的 明白吗 我去告这个立法会 这个法律呢 是无效的 这是第一步 我把这个法律告了无效了 然后呢 这个推特封我的账号 也就没有了法律依据 我这个账号 你就得给我恢复 应该是这么一个法律程序 但是呢 川普的那个律师 不是帮他这么打的这个官司 我看到美国的有一些网友说呢 说为什么别人行 为什么这个总统就不行 我倒是不掌握美国 他有个人去告谁是谁 告除了国会以外的任何的政府 企业组织个人而赢了的吗 按说任何的一个个人 如果你去告除了国会以外 就是这点法律 只有国会有可能曲犯 其他都不会 如果你任何一个个人 你曾经去告国会以外任何的一方 而赢了这个官司的话 那我们只能说这个法官判错了 是不是 这法官就判错了 如果真的是存在这样的案件的话呢 那这个美国的法官也够强 不仅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不懂法 川普的律师不懂法 就连美国的法官都不懂法 有的啊 我们只能说有的 比如说判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 他是懂这个第一修正案的 所以呢 好多人你把美国看得特别的神圣 把美国人看得特别的聪明 你把他们看得呢 素质特别的高 其实真的是很盲目 很盲目 川普的这个案件呢 我真的是很为他不值 这个钱花的太远了 川普有可能到现在还不明白 怎么回事 你说他是糊涂人吗 美国人民就能选这么样的一个总统 现在的呼声仍然很高 2024年的时候呢 有可能他会赢啊 如果2024年还是他和拜登俩人对决的话 十有八九我认为川普能赢 因为拜登当总统以来啊 真的是表现太差劲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